看你了现在古装剧里的错误灯笼 那么今天来看看真正的中国风花灯吧 这是收藏在浙江台州博物馆里的先居针刺五谷花灯 当地民间也称为唐灯 因为其工艺源自唐代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整个花灯往往不用一根骨架 只是以大小布等形状各异的纸张粘贴结合 在盖上全部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卉图案的纸片 经过十三道精细工序制作而成 其造型千变万化图案丰富多姿 形成了团多的花色品种 并且可以由大小不同的小灯组成一套巨大的花灯 五颜六色绚丽夺目 花灯的图案均由刀钊针刺成孔 经过透光流映而成 针越细刺出的图案越细腻 当微亮的灯光穿越针孔 光影无明湖暗 搁勒出小巧细致的图案 可以悬挂在当时的厅堂或者书房里 用来美化雅士或者渲染其境的氛围 每当元宵佳节 寻常百姓家门口 总要点起一盏真似五谷花灯 试想 一栋栋老宅前亮起五颜六色的花灯 是多么美妙的场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